現在我們台灣天氣是很激烈 受西南風感到的影響 台東在今天頭暑風 高雲穿廣告四十度日 創下今年最高雲的記錄 市区一些不會冰的行李都很好 現在在台東的體育中也有運動比賽 是團出彩帕拿清楚中山分期 夏天天氣很大 很多人都想要吃冰 受西南風感到影響 台東出現暑風 派瑪麗的爬 氣溫感到四十度 在這邊就聲音已經盡管是 當年都是這種的天氣 不過出外的時候 那是感覺滑倒不掉 炸熱就有 風真的吵熱的 分風 奇怪了 小安裝天就在玩水 然後吃這個 請假期間小朋友都放假 所以聲音會比較好 很好 而且都特別熱 市区北邊的露店 這兩天是去我們唱館 生理也不一定在外面 有一個影響 台東唱館我們 我們在跳中 那邊跟南球的比賽也團出 在旁邊像中山混沌的議員 球員跟工作人員 我已經跟人們報告 較涼的地方在降溫 消防人員也報告現場來處理 剛才有幫他降溫 大概二十分鐘了 大概幾度了 你剛剛涼 三七八 可能晒太涼 晒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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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怎麼樣 你現在 目前還可以 為了露營休的第一天 當時的七天 會保兩點十八分 七到四十點一度的管溫 算法今年 夏天到這段 最管溫的記錄 沒很感到三個小孩 來到海之浴場來生水 太熱了 其實是受不了 所以就帶手把他們出來 有沒有玩到水 現在有沒有很舒服 前台跟他航空之間一樣 起床素要發佈 管溫 頂口的主信 十五中島前後 台東館是感到是頂口 有三十八度 極端管溫出現的機會 台北市 新北市 台東市 中華館 南道館 婚臉館 台南市 高雄市 病棟館 花臉館是不頂口 發生在台東地區 未來在十九號之後 由於太平洋高壓 事業還會增強 所以也會有相當強的沉降作用 所以到時候可能會有 另外新的一波 這個高溫出現的機率 中華氣最漂亮的體質 比方會必要 外外東 路東 還有運動 注意比較不要太拍到 多喝一點水 有風來上海 記者 總好布德